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者HDFM98.9Channel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欧洲多国领导人接连访问北京 从德国总理舒尔茨到本周到访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以及下周即将抵达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 在中国努力改善与欧盟关系的同时 欧洲领导人也在权衡对华战略 西欧国家在支持乌克兰的同时 希望以外交方式更快地结束战争 他们认为中国可能是对俄罗斯的一种限制 是普京必须聆听的声音 而美国正在加大压力推动欧盟选边站 曾希指出对欧洲领导人来说 访问北京是在向华盛顿发出一个重要信号 他告诉美国人 我们在乎与中国的关系 马斯克等千余名科技领袖 呼吁停止发展人工智能 警告其对社会和人类带来的深刻风险 政府公开信要求人工智能实验室暂停推出 比GPT4更强大的系统 GPT4是由马斯克共同创办的OpenAI 本与本月推出的聊天机器人 专家们担心 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传播虚假信息 人们将依赖这些系统提供存在误差的 医疗和情感建议 这封信由非盈利性机构生命未来研究所发布 签署人还包括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拥有30万人口的太平洋岛国 瓦努阿图周三召集全球各国 要求国际法院对一个高风险问题进行权衡 是否可以根据国际法 起诉为能减缓气候变化的国家 这项决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 在联合国获得通过 将被提交国际法院审议 这反映出人们对温室气体排放使地球变暖 对最贫困的国家造成的严重破坏 普遍感到沮丧 宗教方即各在罗马入院 接受呼吸道感染治疗 梵蒂冈周三表示 现年86岁的教宗在感到呼吸困难后前往医院 将住院数日接受治疗 这引发了人们对教宗健康的担忧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7度 明天多云 风力每小时9到11英里 最高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最低气温华氏42度摄氏6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7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三启程 展开了为期十天九夜的民主伙伴共融之旅 中美洲的友邦威蒂玛拉和伯利茨 是他正式访问的目的地 但美国纽约预计是他此行过境到访的第一站 返回台北时在过境美国的洛杉矶 在美停留期间 蔡英文预计会与美国的国会众议院院长凯文·麦卡锡见面 不过台北方面一直没有公开证实有关的会面安排 蔡英文出访前发表谈话 表示此趟旅程旨在深化和友邦交流合作的决心 并传递三个讯息 第一 台湾会坚定捍卫民主价值 持续为国际社会良善力量 第二 台湾作为全球经济关键的力量 会持续追求共融发展 抓住机会加强与各国合作 第三 台湾走向了世界的决心 只会越来越强 蔡英文说 带领台湾走向世界 也让世界走向台湾是我们执政的重要目标 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挠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 我们冷静 自信不屈服 不挑衅 台湾会坚定地走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 走向世界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当日则严厉批评了蔡英文的出访 说此为以美谋独的挑衅行径 企图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 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事件 朱凤莲表示 蔡英文过境不是老老实实 待在机场或宾馆 而是以各种墓地 要同美国的政府官员 国会议员接触 搞美台官方往来 与外部反华势力勾连 朱凤莲警告说 他如果与美众议长迈卡锡接触 将又是一起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必将采取措施 以与坚决的回击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 国务卿康达29日 原定针对蔡英文过境美国 对记者简报 但后来延后并取消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科比周二 在电话简报会 接受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 黄耀毅提问时表示 不会替蔡英文总统 及本次过境发言 但强调此次为蔡英文的 第七次过境美国 她说过境并不罕见 且此次过境为 非官方的私人行程 可比说 目前没有拜登政府官员 与蔡总统会晤的计划 在蔡英文出访的同时 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 正在中国进行为期12天的访问 自此为1949年 中国内战结束 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以来 台湾现任或前任最高领导人 对中国大陆的首次访问 被外界形容为友好的中国之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邀请 希望这位声称在误冲突中 保持真理 呼吁双方停火 并举行和谈的中国领导人 前往乌克兰访问 泽连斯基是在接受美联社 一次专访时做上述表述的 我们准备在这里见他 美联社在星期三的报道中引述 泽连斯基的话说 我希望与他对话 我在全面战争前与他有过接触 但过去一年来 一年多来 我没有接触 中国政府一直声称在 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 并且劝和促谈 同时指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对俄乌战争 滚火烧油 但是自从俄军入侵乌克莱以来 北京一直拒绝谴责 莫斯科的侵略行径 也拒绝参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反而趁机强化了与俄罗斯的政治 经济 外交和军事合作 大次采购遭到西方抵制 和拒买的俄罗斯能源产品 主要是原油和天然气 北京当局上个月 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 抛出一份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的文件 其中包括一个在乌克兰 实现停火 与和谈的12点各平方案 但是这一和谈计划 遭到美国的拒绝 因为华盛顿认为 中国的和谈计划没有提及 俄罗斯军队是否从乌克兰 撤离的最关键的问题 而现在实现停火 将让俄罗斯得以巩固 其对乌克兰领土的占领 也让疲惫不堪的俄军 得以休整 重组和做后勤不及 乌克兰对中方提出 和谈计划的外交努力 表示欢迎 但是泽连斯基一再强调 在俄罗斯军队撤离乌克兰领土之前 他不会考虑任何的和平解决方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七七三在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记者有关中国领导人 是否愿意 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的提问 是表示他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有关 各方都保持着沟通 毛宁说 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 3月29日赴南京大吐杀纪念馆参访 在留言部上写上 历史绝对不可以遗忘 被问到如何避战时 马英九强调 除了要自立自强外 也要保持忍耐之心 不要侵略别人 台湾的民进党质疑 马英九在中国应该直接向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喊话 尽快地放弃武力攻台 马英九周三上午参访了清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 在祭奠仪式向遇难者寄献了鲜花 仪式结束后 马英九走向媒体接受访问时 情绪仍未平复 他略带哽咽地表示 他读了些关于南京大屠杀 这段历史的书籍图片 但是从未像今天有这么大的冲击 他说道 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野兽般行为 中国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我刚才在留言部上写着 历史绝对不可以遗忘 马英九强调 身为一个中国人 不管在海峡哪一边都应该自立自强 面对外面的欺凌 要勇敢地抵抗 他认为这要从小学 中学 大学的教育开始 让民众了解这个重要的事实 并采取必要的准备 当被问及两岸要如何拥抱和平 避免陷入战争的恐惧时 马英九再替中国民族历史上 有很多灾难 但从未像这次 与日本作战过程 受到这么多的屈辱迫害 而且长时间 无法完全康复过来 一方面 我们应该要自立自强 让我们做到不受外族入侵的能力 马英九继续说道 但是也要注意 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仁爱的心 不要去侵略别人 这才是我们从整个过程中 得到的最好的教训 在美中关系与严重恶化之际 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政策 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 星期二发布报告称 美中之间已打向新一轮的冷战 美国必须清醒地面对现实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迎战中国威胁 承认现实的时候到了 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新的冷战 该智库总裁凯文·罗伯茨 在报告中的前言中说 多年来有关世界 是否已陷入一场新冷战的讨论 一直不绝于耳 随着美中关系螺旋式的下降 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 也逐渐倾向于认为 这已是两国关系的现状 但星期二的报告 是美国一家主要智库 第一次明确指出 冷战已经打响 但目前为止 美国朝野 虽然在中国问题上 有着高度的共识 但在两国是否已经陷入 一场冷战的问题上 则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 除了两国近乎水乳交融的 经贸关系之外 中国并没有前苏联所拥有的 全球范围内的 与西方国家针锋相对的 同盟体系 而且鉴于当今高度全球化的 各个国家间的复杂关系 很难轻易地划分 为近未分明的地缘政治集团 世界正在进入新冷战吗 我们的回答是 是也不是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哈尔布兰茨和 耶鲁大学教授 约翰加迪斯说 他们在外交事务上 发表一篇文章指出 或冷或热 美中竞争的未来 并不是很明朗 德国时代周刊 最近一篇题为 美中走进新冷战的 分析文章中说 政治家和战略思想家们 长期以来一直否认 冷战会重新出现 因为如今的中美两个大国 在经济上紧密交织 在白宫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近年来 也一直强调 美国并不寻求新的冷战 但我们不是在寻求 我再说一遍 我们不是在寻求 一场新的冷战 或一个分裂成 壁垒分明集团的世界 拜登2021年 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说 去年拜登在与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会晤后 再次表示 我绝对相信 不需要新的冷战 传统基金会 星期二的报告指出 今天美国所面临的局面 确实与上世纪 美苏对质期间大不相同 例如中国也不太可能 支持境外的革命武装叛乱 而是更愿意通过购买影响力 和使用经济压力 来实现其地缘政治运标 但是在另一方面 虽然形势不同 两国关系的实质 已经越来越具有 冷战的所有特征 冷战也可以呈现不同的形式 报告作者之一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 主任杰夫·史密斯说 这场冷战可能 与上一次冷战截然不同 就像中国是一个 不同于苏联的对手一样 广告后为您带来 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 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 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2023年2月起 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 开启新的退税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 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 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 详情请联系 下图中文电台 电子邮件 crsradio at 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您的健康远超于您的医疗需求 所以您的健保计划 当然也应该如此 如果您同时符合联邦医疗保险 和医疗补助计划的资格 那么惠安娜计划 可能每年给您1500美元 帮助支付必要费用 例如符合条件的食品杂货 租金和水电费 非处方药品 或您的手机费 您没有花掉的钱 可转入下个月使用 您全年都无需为承保的处方药品 支付费用 还可能享受免费的 就诊交通服务 惠安娜计划 专为您的终身而设计 请拨打800-216-5813 恰询惠安娜持照保险经纪人 以了解联邦医疗保险 优先计划详情 惠安娜更人性化的医疗保险 惠安娜是Coordinated Care计划的一员 持有联邦医疗保险 以及华盛顿州医疗补助计划合约 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 需使续约情况而定 补贴金额不得与其他福利补贴并用 可能另有限制及约束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苏亨 我是Jennifer 今天是2023年3月29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一名知情人士星期三说 调查代表特朗普支付封口费的 迈哈顿大陪审团 计划下星期考虑其他事宜 然后休假两个星期 这意味着是否起诉特朗普的表决 可能最早在4月底前不会进行 大陪审团1月份被召集后 就提前安排了这个休假 以庆祝逾越节 复活节和纽约市公共学校系统的春假 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被授权 就大陪审团的秘密程序公开发言 因此要求匿名 美联社给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留言 也没有立即得到回复 这个大陪审团 过去在星期一和星期三下午定期开会 但星期三的会议 本周和上周都被取消了 陪审团星期一开了会 一个特朗普的长期朋友 调查中的潜在关键证人 被看见离开大陪审团开会的大楼 尽管TikTok在美国面临的批评越来越多 而且很有可能在民主与共和党 议员的支持下在全美范围背景 但是少数分数左翼进步派和右翼保守派的 两党议员公开发出反对声音 他们担忧言论自由受到侵蚀 并认为美国不应采取中国威权政府的那种封杀方式 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 周三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信使日报发文表示 国会共和党人提出了一项 永久失去一代人选举的国家战略 禁止使用名为TikTok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但应用程序有9400万用户 其中主要是美国年轻人 他写道在禁止TikTok之前 这些审查人员可能想发现中国政府已经禁止了TikTok 我们真的要效仿中国的敬业吗 TikTok是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 母公司是中国的字节跳动 虽然TikTok和抖音享有同样的标识 但是中国境内居民一直以来只能使用境内版的抖音 自TikTok于2016年诞生之初 他们就无法下载该程序 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三宣布 他主办的第二届民主峰会开幕 承诺美国将在未来年投入6.9亿美元 支持全世界各地的民主项目 拜登说 我们此刻正在扭转潮流 正如我们经常说的那样 我们此刻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 我们今天做的决定 肯定将影响今后几十年的世界进程 白宫提到 美国特别希望让技术服务于而不是破坏民主 巴克欧洲国家的总理 本着同样的精神签署了一封 至主要社交媒体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公开信 呼吁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阻止虚假信息 在其平台扩散 乌克兰 摩尔多瓦 捷克共和国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立陶宛和斯洛伐克的总理签署了这封信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结束对加纳的访问时 与星期三宣布 为增强非洲妇女经济能力的项目 提供1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融资 哈里斯的办公室说 这笔资金将支持扩大获得数字服务 职业培训和对企业家的支持 哈里斯与星期三参加在加纳首都 阿克拉举行的女企业家圆桌会议 然后前往坦桑尼亚 这是她为期一周的非洲行程的下一站 亲戚尔哈里斯承诺 美国与非洲建立一个新的伙伴关系 她想聚集在阿克拉强烈的政务阳光下 听她的演讲的8000名年轻的加纳人 强调妇女父权 发展数字 经济和支持民主 美国第一位黑人女副总统 哈里斯在黑星门的拱门下演讲 黑星门是一座宽阔的海滨石碑 纪念加纳1957年 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今天西雅图市长布鲁斯 哈里尔签署了一项法律 为基于应用手机应用程序的员工 提供新的永久带新病假和安全时间福利 议员特雷莎莫斯奎达加入了她的行列 她也是这项立法的发起人 周二 市议会以9票对0票 一致通过了第120514号议会法案 指西雅图成为美国第一个为零工工作者 永久性地提供此类福利的司法管辖区 金线行政长长官到康斯坦丁将于周四 在布里恩与highline学区领导 HealthPoint和学生一起宣布 在布里恩的highline高中 开设一个新的基于学校的健康中心 该中心将由HealthPoint运营 并有选民批准的Best Starts for Kids 专项税收提供资金 作为由西雅图和金线公共卫生部监督的基于学校的健康中心 网络的一部分 华盛顿州商务部宣布了一项新的1亿美元的赠款机会 用于帮助应新冠大流行而蒙受业务损失的餐饮和住宿企业 申请门户网站为WAHospitalitygrants.com 已于3月14日开放 申请截止日期为4月6日下午5点 2023年3月30日星期四 白宫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岛民倡议组织 将在华盛顿州下图示举行经济峰会 已将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社区 成员直接与联邦领导人和资源联系起来 该活动是1月份在非常拉开帷幕的一系列区域性聚会中的第三次 是与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美国财政部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小型合作是企业利用办公室 全国亚裔太平洋岛民 美国商会和创业协会 其他联邦机构合作伙伴和当地社区领袖合作举办的 一名男子在一次有组织的零售盗窃调查中被捕 并被没收了数千件物品 通过这次国土安全调查局牵头的长期调查 夏图警方于上周四在灯塔山北部的一处住宅 逮捕了嫌疑犯 这名55岁的男子涉嫌购买赃物 然后将其从雷尼尔谷的一家企业中出售 在夏图警方和国土安全调查局 以及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特工对其住宅 及所属企业发出搜查令后 大约3000件涉嫌被盗的零售商品被追回 周三华盛顿交通部的工作人员开始清理 国王街和第八大道附近5号洲际公路 立交桥下的无家可归者营地 金县地区无家可归者管理局的官员表示 他们一直在努力为居住在该地区的 一百多人寻找住所 截至周一已有86名居民搬进了 营救性和临时性厨房 由于无家可归者的心理健康问题 很多人会在避免在国王街的 这个立交桥下行走 他们非常具有威胁性和不可预测性 一名居住在唐人街的 邻里守望组织的志愿者说 星巴克领导人因反工会行动被参议院盘问 长期担任星巴克首席执行官的 霍德华·舒尔茨坚称 这家咖啡连锁店没有违反劳动法 他认为星巴克已经提供了 不错的工资和福利 不需要工会 他指出 在星巴克25万名美国员工中 只有1%的人选择加入工会 事实上 自2021年底以来 星巴克在美国的9000家门店中 至少有293家投票决定成立工会 星巴克工人联合会是寻求组建工会的工人组织 一个世纪前 西雅图面临着比现在更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 当时人们面对短缺的处理方案 为今天的人们带来一些启发 在过去的100年里 越来越复杂的法律 使得建造简单高效的住房形式变得困难 这些法律鼓励很多人不喜欢的建筑类型 例如连排别墅 连排别墅有帮助 如果你有很多孩子 但连排别墅太贵了 这需要家里有两个工薪租才能买得起 许多人不喜欢他们的 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布局 他们效率低下 又高又瘦 有很多楼梯 下面是天气暴 大夏独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44度 摄氏7度 明天多云 风力每小时9到11英里 最高气温华氏54度 摄氏12度 最低气温华氏42度 摄氏6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想提醒您为自己的健康腾出时间 这样您就可以花更多时间 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更新版的COVID疫苗可恢复 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的保护作用 包括针对严重疾病 住院治疗和COVID最严重影响的保护作用 如果您上次接种COVID疫苗或加强剂 是在2022年9月之前 那么是时候接种更新版疫苗了 请到vaccines.gov查找更新的COVID疫苗 抗击疫情 我们做得到 此广告由美国卫生结公共服务部提供 我们开始今天的冥想了 首先做几个错影练习来提醒我们 为生活努力的同时 偶尔也要犒劳一下自己 请断起你的McCafe Ice Coffee 闭上眼睛 呼气 感受内心的满足 我们邀您来McDonald's享受休闲时光 现在任何口味的中杯McCafe Ice Coffee 都只要两块钱 价格与参与活动的店家有所不同 不可以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3月29日 NBA常规赛 勇士以120比109 逆转战胜了提胡 提胡的五连胜被终结 勇士40比37 库里39分8篮板 8助攻3抢断 普尔21分5篮板 克雷·汤普森17分 提胡38比38 英格拉姆26分8篮板7助攻 莫菲21分3篮板3助攻 迈克勒姆15分3助攻 据马卡报报道 梅西将和巴黎续约一年 之后会前往美直连 然后参加2026年世界杯 梅西不会回到巴萨 阿根廷人已经决定未来 他有信心参加2026年的世界杯 他仍然希望在欧洲再待一年 和巴黎在谈判续约一个赛季 在2023至24赛季结束后 梅西将前往美国 他与阿根廷足协沟通后表明 他想参加2026年 美加莫世界杯 届时他将年满39岁 可能他会在世界杯后 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谁是身价之王 足坛身价过亿的球员 已达10人 他们是 姆巴佩1.8亿来自巴黎 阿兰德1.7亿来自曼城 贝林厄姆1.2亿来自多特 维尼修斯1.2亿来自黄马 穆希拉亚拉1.1亿来自拜仁 2023年3月29日 德班世界世拼赛 选拔赛第二阶段混双决赛 王楚清携手孙颖沙 在直通赛夺冠 对局详情如下 局数比王楚清 孙颖沙3比2相鹏 刘伟山分数比 8比11 7比11 11比8 11比5 11比9 财经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上涨323.35点或1.00% 保收于32717.60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10.16点 或1.79% 保收于11926.24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56.54点 或1.42% 保收于40270.81点 黄金期货下降3.1美元 保收于 香港恒生指数下降88.69点 报20103.71点 日本日经指数下降228.20点 报收27655.58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 每100美元兑换689.90元人民币 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头几个月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随之上涨 给俄罗斯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 但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随着这场战争持续到第二年 且西方制裁的影响加剧 俄罗斯财政收入受到挤压 经济较低增长轨道 这种局面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趋势 俄罗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天然气和石油 已经失去了主要客户 政府财政吃紧 自去年11月以来 卢布兑美元汇率已经下跌于20% 由于年轻人被派往前线 或者因为担心被征招入 逃离俄罗斯 劳动力已经萎缩 不确定性抑制了商业投资 根据芯片法案 寻求美国联邦补贴的半逃底 公司可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是接受华盛顿方面的帮助 在美国扩张 还是保留在中国扩张的能力 拜登政府上周提出了新的规定 详细说明了 如果芯片公司接受纳税人的资助 这些公司在中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业务 将面临限制 行业高管 律师和国家安全分析师称 一些被称为中国防护栏的拟易限制措施 比他们预计的要更严厉 这些措施不仅针对可以制造先进军事5G系统 所用的芯片的尖端半导体工厂 也针对制造用于消费电子产品的所谓传统芯片的工厂 一名联邦法官下令全球交易所 币安的美国关联公司Binance US暂缓从破产平台 Buyogurt Digital Ltd收购数千个加密货币客户账户的交易 目前联邦当局正对这笔交易进行诉讼 美国纽约地方法院的法官Jennifer 周一阻止Buyogurt将其客户账户转移到BinanceUS 一带美国政府的上诉 Buyogurt与BinanceUS的交易 在本月早些时候赢得了破产法庭的批准 尽管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在内等政府机构提出反对 SEC披露正在考虑对BinanceUS采取执法行动 因其涉嫌经营一家未注册的证券交易所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苏亨和Jennifer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新闻雪韬 柯宇帆 俊宏和小园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西雅图中文广播电视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小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